本來大家都覺得武漢肺炎 這個天氣很熱就會好了 就不見了 就消失了 那請教一下黃醫師會嗎 這是大家一廂情願的思考方式 因為認為 因為之前有個有個實驗說 那個五十六度三十分鐘 然後這個病毒就消失了 這是在體外實驗 那我們知道這個病毒是來自於 然後蝙蝠的身體 蝙蝠身體四十度以上 體內和體外是不一樣 蝙蝠有這麼熱 對 他的心跳他飛飛飛 到你那邊去的時候 他的心跳是八百下 飛呀飛呀 所以他雖然是哺乳動物 但是他所有的東西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他體溫四十幾度 大概四十幾度 因為他主要是四十幾度 他的病毒他就被抑制了 就比較不會活化了 這是蠻特殊的 但是我們一廂情我問你們說 流感病毒 流感感冒也會在 在熱的地方發生 就像我們新冠病毒也會在新加坡 也會在馬來西亞出現 也會在泰國出現 所以似乎我們講的 那個環境的熱度 是不是沒有什麼的一個根據 只是我們期待如此 為了保護馬來西亞 其實我們希望馬來西亞到五十六度 這樣子的話 大概我就沒辦法回去了 因為這樣子飛機還沒下去 大概已經在燃燒了 那個沒辦法下去了 所以可以了解那個環境 我們期待是如此 可是現實上是不會有這樣子的漂亮 不會這麼漂亮 我跟大家報告 上次抗SARS的專家 何美香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 他說這個武漢肺炎 社區感染會一直存在 只是夏天的時候 可能多數人感染的只是輕症 那一般人因為我們抵抗力夠 所以可以治癒就自己好了 可是到了冬天 這些輕症患者 會開始不慎傳給家中的老人 或者是有慢性病 抵抗力差的病患 這時候就會再度出現疫情 而且會到處發生 根本無從追查感染源 所以到時候的疫情的爆發 可能會更可怕 所以顯然是 他是這樣講 他是一個假設 以目前的狀況如此 如果是沒有任何的東西介入 一直到那時候發生 沒有什麼疫苗 但是我們知道 病毒才兩三個月 也經過我們人類的 介入 我相信在那個時候 所謂的藥物 所謂的Vaccine 這些東西 都會陸陸續續的出來 所以其實他是假設說 這些沒有 疫苗 將會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了解說 這種病毒的傳播力 他們應該是在美國 他們預估說 這種傳播力 他們大概就會傳給人類 大概每一年 或會有5%以上的人 就會有免疫能力 但必須要等到 他傳播到全球 有大概70%以後 他就會消失在我們的地球上 不過那個是 是一二百一二 就是年度 年度 不會這麼快的消失 所以他所說的一切 就是假設說 以目前的狀況 持續延續的話 他有可能會這樣子減緩 但是應該不會消失 是這樣子 減緩是因為 有溫度的不一樣減緩 那減緩是因為 我們的介入的治療方式 不一樣 而去減緩他 啊哈哈 好